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斌 武侠剧中很多武功招式的名字引人入胜 风生腿,排云掌,天双拳 发招前的大喊更是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其实NBA球场上也有很多绝技 不过发招前不能大喊 因为一喊会被吹技术犯规 或许就因为没有像爆菜名一样喊出来 所以导致逐渐失传了吧 今天阿斌就带大家盘点 赛场上那些失传的绝技 看他们纵横过的NBA风云 踢云纵,罗德曼 要说丹尼斯·罗德曼的绝技 就是连续起跳点抢篮板 这让阿斌联想到踢云纵 这一招身法清零迅捷 高低进退自如 罗德曼连续起跳的速率提高 这使得他能在与对手的对拼中 即使站不到第一点 也可以利用不断的起跳 抓住时间差来最终获得篮板 连续起跳抢篮板 需要超强的爆发力 和对篮板落点的准确预判 这两点 篮板持汉·罗德曼全部具备 在此绝技加持下 身高不过203公分的花大虫 才能够内线争霸时期 连续七次加冕篮板王 铸造不可复制的经典 爱我别走,马龙 由差风里来与里去 伊利联盟近20歳 放身的绝技可谓数不胜数 对比他的罚球咒语 其外加功夫 爱我别走的造诣才是最高的 杀伤指数满星 配合马龙一身的剑子肉 恐怕没有人能将一双肘子 练到如此犀利恐怖的程度 逢山开道 御水驾桥 逢敌变肘 作为马龙的常规招式 倒在他这对铁肘之下的 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受暴击最强的 当属微笑刺客和海上将军 虽然前者也是一个狠人 但是在马龙面前还不够看 绝世对阵活塞 只见托马斯持球突破进内线 马龙空中直接一肘 把他干翻在地 通过回放 现场一片虚声 这也太狠了 事后托马斯头部封了47人 而罗宾逊更是直接被KO过 在爵士和马斯的一场招锋中 马龙一肘打在罗宾逊太阳穴位置 导致海上将军当场休克过去 幸好送医院抢救及时 如若不然 这有可能是罗宾逊最后一场球了 打球马 带队肘子很正常 只能说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马龙终身无贯 也是报应不爽 左右护博 马克伊顿 说号蒙马相的马克伊顿 是NBA不折不扣的时间巨兽 赛场上以盖帽为生 伊顿的绝技是左右盖帽 凭借他2.21米的身高 伊顿总能在内线筑起一道屏障 并且左右开工 11年职业生涯 伊顿有10年场均盖帽数 在两次以上 三次在四次以上 84到85赛季的5.6次 至今无人超越 伊顿盖帽 好似一人当两个人来用 目前这个招式 可以说已经淡出江湖 阿宾印象里 2016年总决赛抢膝大战 詹姆斯世纪封盖伊格达拉 其背后也有左右护博的金钥 只是不明显而已 灵犀一指 乔治格文 拨指挑篮 是绰号冰人的乔治格文的绝技 也是他的存在 篮球界里出现了Fingerall这个名词 格文的指尖拨球 看似平常 却暗含玄机 他拨出的球 在空中滑翔弧度极高 很难被封盖 而他伸直手臂拨球的那一刹那 又有种无法言喻的四两拨青筋的美感 依靠这种指尖拨球上篮的绝技 格文四度当选得分王 成为马次队史上第一位超级巨星 如今的球员更满足于折叠式上篮或扣篮 这种优雅的Fingerall即将走进博物馆 屁股向后 平沙落雁 后仰跳投是跳投里难度最高的 也是对方封盖率最低的 后仰跳投开始大行其道 是从迈克尔乔丹开始 如今 但凡有点实力的得分手 也会偶尔来上这一招 但没有谁可以像乔丹那样 贯穿整场比赛 甚至整个赛季地使用这项绝技 并称正练到了无法防守的境界 乔丹后仰跳投能够从容出手 这有赖于篮球之神无可比拟的身体素质 以及他那双超级大手 他可以随心所谓的单手持球 洞悉防守 凭借无与伦比的核心力量 后仰腾空 出手美如画 即使是科比 做出来的动作也没有乔丹那么举重若轻 乔丹后仰跳投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方 就在于当他跳起时 身体与地面的夹角度数很小 至于到底多小 在家可以用两脚器衡量一下 而他的出手却绝不会因此造成偏差 依靠这门绝技 年纪三十的乔丹率队拿下第二次三连冠 金鸡独立 诺维茨基 说到后仰跳投 骑士诞生了不止乔丹一个流派 有些人在原始招式的基础上 结合自身情况打造成新的绝技 德国战车诺维茨基的金鸡独立 就是大个球员的学习模板 这招进攻方式 加上他213公分的身高 配合抬角制造投篮空间 让得分变得更为容易 哪怕是火柴和弹跳 也很难让对手封盖道 骆天王正是靠着一招先 吃遍天 把金鸡独立练得如火春青 不需要技能冷却就能使用 抬手就有 说来就来 防守者的头顶 被篮球划过一道道优美的跑路线 他们除了恨造物主 不再多给几十公分臂展之外 无能为力 诺维茨基更是在2011年总决赛上 打得波时苦不堪言 率队一举队的总冠军 忠诚一代宗师 战一十八爹 维德 体操运动常以运动员冠名 比如大家熟悉的托马斯拳拳 而在NBA领域 维德摔也成为了闪电侠的标签 是维德的标志性动作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在他巅峰时期时 加速拼命突破进入禁区 往人堆里扎 然后把自己抛在空中 凭借超强的弹跳力与爆发力 在多人防守下把球打进 但是自己失去重心摔倒在地 阿斌想到了武侠世界里的战一十八爹 不过这里跌的不是对手 而是自己 在如今 球员习惯了制造投篮犯规 习惯了三分线外张弓搭建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突破招式 就显得不是很经济 随着维德的退役 只能封存在球迷的记忆里了 天沟 贾巴尔 说到历史最强绝技 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 但是看一下历史得分榜的排名 天沟 贾巴尔 是我们不得不讨论的人物 他可是历史上 唯一一个以球技命名的超级巨星 何谓天沟 沟就是指勾手 是内线惯用的一个招式 也是野球场老大爷必备技能 但是贾巴尔的天沟不一样 接球后背身等待时机 左手撑开防守球手 右手臂基本是伸直的 这样牢牢占据着出手之高点 增加了防守者封盖难度 然后靠手腕发力拨球 力度柔和 纵响丝滑 且命中率极高 这是帮助他登顶NBA总得分王的杀手锏 再加上218公分得天独厚的身高优势 发招时犹如擎天柱 从而造就了贾巴尔的天沟之名 只可惜 在内线篮领化的小球时代 这一招也只能偶录神威 好像也只有被球迷戏称 脑袋以下都是顶配的麦基用的比较溜 梦幻脚步 奥拉猪旺 梦幻脚步的开山鼻祖 其实是前超音速的著名球星 杰克·希克马 而真正将它发扬光大的 是哈基姆·奥拉猪旺 作为一个中锋球员 在内线的移动脚步和假动作的结合 非常炫目且有效 堪称梦幻 故此得名梦幻脚步 招式惊要 一个后转身 然后把球好像要传出去 再拉回到身前 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 紧接着重心脚步动 移动另一个脚向前漫步 来到篮筐下面上篮 蚊子肢结板听着 是不是感觉不难 但在赛场上 能够得心应手地使用 不出现卡针 那可是难上加难 不少球星就拜师奥拉猪旺 希望学得精髓 其中不止包括霍华德 斯塔德·麦尔等暴力内线 还有科比 詹姆斯等顶级外线 都跟随过大梦前行修炼 对了 还漏了一个 据师傅奥拉猪旺评价 最好的居然是麦基 好家伙 这也有你 麦基可真是 21世纪学习型人才啊 抖转心仪 邓肯 除了木论的表情 和稳定的数据 擦板投篮 早已成为邓肯 留给联盟的一笔财富 只是在邓肯卸甲归田后 这笔财富尚待球员挖掘 这一招抖转心仪一般的 打板投篮 邓肯都是在自己熟悉的位置施展 通常是低位和高位之间 和底线形成45度左右区域 要好位置 接到队友传球后 邓肯会面向篮框 双手将球举过头顶 以防球被对手捅掉 将脸转过其他方向 假装在寻找有空档的队友并传球 按自观察防守者的位置 四肌出手打板投篮 这招确实很实用 不过练习时 唯一需要注意的点 可必让大鲨鱼把篮板扣碎 讲了这么多球员节技 现在都很少在NBA里看到了 不知道你在球场上 有没有用到过呢 有机会约上好友去施展一下吧 当然马龙那个还是失传比较好 不然就是风云改派古虎仔了 别人了 你第一位 明天就在成功 这是什么 明天就在成功 美国律 你也在成功 你最 Megang